我们要离开啦 这是行李 这是大巴 这是死鸡 妈妈给了他们说 来最后把这两条剑大逼分乐都吃掉 然后结果他们就是发现要吃的时候 那个已经是2017年就过期了 了不起负责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今天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介绍我们历史六天的家族旅游的Vlog 终于到了结尾 这个时间我们花了两个月才终于播完了 我们之前播超级久 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去了半年 没有 其实就很短的时间 六天 所以播个天荒地老 哈哈哈哈 这一次呢我们就带来一个新单元 那不啰嗦我们立刻进入我们的三三时间 因为是新单元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来解释一下三三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像这一次就会分担这 比如说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有好笑的事情啊 还有一些可能是三个很推荐的伴手里啊 这种东西 对没错就是有关三三件什么事情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呈现 那这样都不得不提就是 像大家有知道三三那个 大家写三三像是一个表情 就是一个没睡宝的表情 在讲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们现在就立刻来聊一下 我们这次觉得最有趣的三件事情 好首先是第一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讲到 已经开始笑什么概念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呢 其实之前有看过影片的人一定会看到 就是有某一个人呢 我不好说因为他在床 这个人呢他就是拿房卡 房卡是BB那种嘛 然后他就是拿去默默的刷了地铁 他就是叫三次 我发现怎么会不够 我以为是钱不够 哦 结果我发现拿的是房卡 但我真的觉得这实在是超爆 因为他那时候进来还在那边murmur 然后我们想到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结果是拿了房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我本人是没有 对更重要的是 回程之后回到饭店 饭店不是楼层也要刷更个房卡 才可以去按你的楼层吗 结果我拿的是地铁的卡 就是change了一下 对 就可能坐电梯的时候 但是很想打地铁吧 还怎么样的不太知道 对然后立刻被你们打耻笑 求时求终 我们是这样讲吗 是这样用吗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要来分享的是 就是先看这张图片 我个人就是觉得这是蛮 如果你出国雨了 遇到你真的是会想吃 对 因为他们的行李箱的轮子爆了 而且他们是有渐进式的爆 他们是一颗一颗爆 哦对 你轮子掉了以后 它的壳立刻破了一个洞 那超薄的欸 就是你破了才知道 哇 原来就是壳子可以这么薄 而且他们是要回程 回程要去机场的路上 其实那个 电梯很少 他们很多是楼梯在这样拉的 然后就一直爆一直爆 然后行李有很多 就只有两个人 最后只好在机场再买了一个 一个手提袋 对好像买一个大的手提袋 那一直爆一直爆 听起来就是很 我觉得很悲伤 悲伤 非常悲伤 但我们还是笑得下 不小心拿一张 剩三件必须要分享的是的其中一件 对但我们没有把它归得好笑 但是就是 悲伤的故事 对就想要跟我们分享给大家 注意 对就是如果有心理箱破掉 也不要太悲伤 就是这里有你的同类 对没错 你不不带 好的 那我们第三件事情要分享的话 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一天到台场 温泉乐园 对 那个地方也是 我觉得很值得去玩 它那里呢 有室内的 也有户外的温泉 还有一些 像按摩椅啊 甚至是一些小吃 游乐器材 也全部应有尽有 几乎可以说在那边 待上一整天 都没有问题 一进去的话就是 它会先让你挑那个浴衣 自己可以选衣服跟腰带 然后自己可以搭一个style 然后进入 然后一进入其实我有点吓到 那个场景 市集风 对就是有点怀旧 有没有 复古 一进去就是 就是有点另外一个世界 我觉得这是还蛮酷的 那里面 刚刚有提到就是 也有一些玩的东西 我们在影片里面也玩了 很多微博 对 然后太古达人 我很烂的太古达人 该玩的一些夜市游戏都有 甚至他还可以预约按摩 只是因为那天人时代太多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预约到时间 你知道就是留一点悬念的话呢 那之后有机会再去的话 你就是还可以尝试不同的东西 对 好了 那我们聊完三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之后呢 我们要来推荐 三项伴手领 大家放心 就是这三个伴手领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事情很荒用 那就认真推荐好吗 OK 那我们首先就来看一下 星巴克的部分 星巴克的部分呢 我要先推荐的是这两个杯子 对没错 这两个杯子的话 一个是他给我的废话 那我那个保温杯 我觉得它的尺寸非常适合随身洗袋 因为它比较袖珍一点点 所以它 你放在包包里面 你也不会觉得太占空间 装了水之后也没有很重 只不过就是你可能要喝水的话 就要多装几次 爱喝水的人 可能就是 但是它真的很漂亮 黑的真的很美 对 它那个就是适合带着走 那我那个就是可以放在办公室很美 一遍 Pickle 这样子 那除了杯子之外呢 这个手提袋 我其实也很喜欢 因为它很简单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出门 就会直接带到我的水深购物袋 另外呢 是它有跟我很喜欢的一个品牌 Traveler Snowbook 合作 它出了三款 笔记本的内心 它可以搭配我的TN笔记本 因为它就是限定款的合作 所以就是一定要买回来 我觉得它有三款 我就全部都带了 没错 你知道限定这两字 有多么有沙上链 然后我都舍不得用 那第二项推荐的小物呢 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放着的这一个 玉手 这个玉手真的是 不得不说真的是超漂亮的 这是从哪里找来的 这个是在晴空塔里面的 一星堂本铺 那你不要看它只是个玉手 其实它是护唇膏 柚子口味的护唇膏 对 它里面其实是护唇膏 那我觉得柚子口味很精壮 而且它包装实在太可爱了 我就觉得它一定要去买 而且它们同公司 还有推面膜 造型面膜 那我现在有留了一个 对 因为它其他送人了 这就是要拿很荒谬的送人 对 其他都送给我的同事了 只是他们没有一个人 回传照片给我 所以它希望大家可以 敷完之后回传照片给他 看有多好笑吧 看有哪一笑 就想说大家一起分享 但是大家好可能有点不好意思 对 没关系我可以敷了这个 美国队长之后传给你 好 你也可以现场看 好 是 像我们门门而已吗 没错 我们就是隔壁礼物 就可以现场看 如果还是不想看的话 这两款呢 就是我们推荐这间商店 一星堂本铺 必须要买的伴手礼 在日本呢 还有以上一定要买的 算是伴手礼物 或是小礼物 就是我觉得牛蛋 没适合 那其实我们有四只 有另外一只包在公司里面 就有拿来了 他其实是我们那时候 在台厂的那一只里面 在台厂那边有的 还有其他的呢 就像这一些盒碗 那这是这位又还没拆 他没错 什么拆东西 他非常可爱 像是这一种 就是小东西 然后我们是在那个 你最爱哪家店 Lofto里面 没错 那是在里面买的 我们买了好几款 然后也有很多 我也不只这个土子啊 其实有还蛮多 那我也都拿来送人啊 那一类的 我只摆在公司啊 超级可爱 那当然除了这之外呢 我们在扭蛋的部分 我们也发现一个 我们这次觉得最 最搞笑吗 最 最 唯鞋 他很唯鞋 最防泥的 我们那时候看就是笑得要死 因为这是我们 妹妹帮我们转的 他们那天就是去 秋叶园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 请他们帮我们看一些 你的好笑 然后就买回来这个 他乍看 这是一只鸟 but 它是banana 而且 它还有 吃碗的 这个超好笑 所以它是不是 你知道 香蕉鸟的部分去哪儿了 鸟找了一本正经 但是 其实那香蕉皮 非常不正经 但我觉得这一次是 这个是最可爱 最有事的 再来呢 就是我们这边 你有看到 有三只 可爱的小兔子 没错 而且它上面还写了我们的 一块名字 对 Y A 没错 然后有这只妈妈的 妈妈的彩色 那那是我们最后一天 在自由之秋那边买 它就是宇宙人的专卖店 对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 可爱的娃娃 所以我们就是默默买了三个 刚好有英文字母的这半个 去日本的人 不能买一些有的没的呢 来看一眼 饭店外的晴空塔 对 直接要离开 有什么样的干扫吗 不 因为这个 我觉得 自己的一张 不错 一个人 一个人 有什么样的 对 好的 去了半年的旅程呢 就到此结束啰 那我们就期待下一个半年的旅程 没错 那麼我們下一個半年再見囉 那這一次的內容呢 如果大家有任何建議或是 你也想跟我們分享一些什麼的話 都歡迎你喔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